全州市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当时有很多个国家 汇集到我们全州来做进行贸易活动 多重文化交际 形成一个包容性比较强的一个城市 吴祖泉就是我们全州最大的拳种 是一种全州文化的缩小版的展示 竖起来 走要往里夹 手层 头顶 都是上下 我叫张晓峰 是一个吴祖泉的传承人 学习吴祖泉 到现在已经37个年头了 从小酷爱传统舞 二年级的时候就跟随于吴祖泉名家 朱大尔老先生学习吴祖泉 吴祖泉研制于宋朝的太祖泉 在我们本地流传的过程中 各个时间的全师互相的交流传承 形成现在的吴祖泉车的模式 它以钢盟的太祖泉为基础 又有白鹅泉的弹斗镜 行者泉的速度 达尊泉的身形身法 还有罗汉的架势 形成它有一门五权的这个情况 因为它技法繁多 都有两百多的套路 它的入门相对比较难 初学感觉非常迷茫 一桌一天都没去 之后它就特地跑到家里来了 跟我父亲跟我说了 他说学习武术就像做人一样 需要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 能够坚持 那时我心里非常地感动 从此之后我就坚定了 我继续学习吴祖泉的信心了 吴祖泉里面 三战是入门的拳 又叫师父拳 你这套三战一打 人家就知道你的师父是谁的 姚生正假是基本功的练法 姚就是有远转 正式停止 由脚底上的发力 通过身体的股部关节 整体上的一个方向的运转 达到手臂的最终的发力点 在瞬间爆发出极大的攻击力 它关键就是两个脚 通过脚的引导 跟地面产生正力 反而往前压力的反弹 接触腰身的力量 接触我们的丹田的发劲 产生一个远转 三战里面包含的是恩师对我们的 一切所有教导的一种精神都融在里面 非常感恩 然后我参加了首届全国五十七样的比赛 七十八个运动员参加 我战胜了所有对手获得蓝拳的第一名 当时我抱着那个奖杯回到师父的家里的时候 师父他已经生病了 过床不起 师父看到那奖杯 眼泪就流下来了 他一直说 小枫给他坚持 并且传播下去 过后他去世了 从此之后我就为了这个 这份承诺 为了这份责任 把这五祖前传承到现在 当前这个中华武术 我是觉得前景堪忧了 就是现代学生的 学业的繁重 学武术的人都断成了 学好一门武功 就像我们做出好茶 一定要有个名师指导 还有一点就是 你要有充裕的时间来训练 还要一个环境的支持 家庭的支持 而真正在学武术的 就没有人了 全部在为学业去奔波了 但是只要有志者 自进城 师父对我的 重复放弃 精神 支持了我今后走在 武术这条道路上 越走越远 我一定要继续坚持下去 不断地通过 武术馆的宣传跟推广 把他弄的武术 推广到学校里面去 来报答这份他这种 佛乐之恩